我們講一些嚴肅一點的話題 我們從新講到舊 最新就是宣揚 被人禁賽百年 這件事不值得講的 如果直接講的話就連那個什麼來講 我也不知道我們應該用那個叫沙拉波瓦還是 沙拉波瓦 因為他之前都被人驗到是什麼 又是禁藥 再之前呢 你知道現在Jokic就是又拿冠軍了 但是早幾年他不行的 那些人就吵著他 因為你知道Jokic是屬於一個 作為一個名詞來說最失敗的 因為他最多人討厭他 所以那時候就有個說法就說 對啦 你看 肯定就是那些藥不行了 以前拆開那些藥 因為那個時間又很敏感 因為剛好那段時候 沙拉波瓦被人檢測到是成為那種藥 那些人就說 一檢測到就不敢吃了 一不吃就不行了 說的是16年那時候吧 幾年前呢 總之有一段時間 你看看他這一兩年沒有拿過大碗罐 你就知道 應該是肥大器那兩年 對啦 就是分了大碗罐那一年 他實在沒有 在前一年 可能都沒有 但是宣揚這件事 我看他 雖然我不知道可不可信 就是理化出來的東西 就是有三個人走到他家裏 說要拿個樣本 然後他 當然這個就是支持宣揚那邊的說法 就說很配合的 怎知道這三個人出鼓畫了 不知道怎麼出鼓畫了 不是他就說是問他拿 喂你邊水啊 你說你是誰啊 那你給一些身份證明來看看 這個說拿不到 那個說拿不出來 那我喂你也不是的 那他就打爛了他 打爛了他 還要拿個槌子啊 還要是 就是突破爛了他 首先這個肯定是宣揚 或者他的公關團隊的一個說辭來的 就是當時肯定是有說過的 就是至少這個系統是他們的證詞 但是就 他們第一輪上訴 國際泳聯好像是支持宣揚的 然後那個反興奮制協會就不服氣 就去了一個叫做CAS的 應該是那些國際運動園的那些仲裁庭那裏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 是啊是啊 他講到上訴 接著那一次就勝訴了 但是那一次 就是中文媒體這樣說 英文媒體 不是那一次就是今次 就是這一次 是啊是啊 但是中文媒體就說 你老美是 你問了一些翻譯 聽不明白的 你想一下是 等等 這個是說中裁庭裡面 那些說英文聽不明白 不是CAS 因為你也知道 中國的運動員普遍英文都不行的 就是除了姚明之外 李娜英文都OK的 李娜英文都OK的 很惡疑 尊陽在澳洲練習游泳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跟同胞玩的 這個不要緊 但是我相信他的英文能力就應該是有限的 我看到一篇文章寫著說 對方問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就覺得 你問了問題這麼奇怪 他就說翻譯出了問題 意思是說英文翻中文 或者中文翻英文都出了問題 我們在想一個問題 現在今時今日做了這樣的情況嗎 如果你說你是法文或者德文 成中文 你會有些問題 我都覺得這個可以理解 因為畢竟都沒有英文這麼熱門 但是你英文翻成中文 都會有翻譯的錯誤或者什麼 我會覺得這麼奇怪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在CSA被人聽證的時候 他媽媽也是在場的 他媽媽給她 他說他媽媽是證人 他媽媽打爛在自己旁邊 不是啊 我不是啊 好像說是他媽媽打爛那些東西的 我看到所有的中文媒體寫 英文媒體 英文媒體我看到一個未亂寫的新聞 其實他都沒有提到孫陽 下命令去打爛她的 他都是說孫陽的那些 和孫陽的老母下命令去打爛她的 而且都是說 請示了中國永聯的領導 之後才下命令的 等等等等 他在家裡的領導也在 不是啊 打電話 你要臭血好了 我給你臭血好了 你要我拿點尿 給點尿給你是不是 一做就不明白 要給點尿給你 為什麽我就不明白 為什麽四個小時都不走 因為 可能一邊說抽一邊說不給抽 一邊不想給他 那他又不走 不是不是 是因為美聯的四個死血 其實他給了一個時期範圍給你 你要給我一個狀 然後孫陽就給了他 是哪一天的時間 是哪一個具體的slot給他 讓你過來抽我的血 練我的尿 這些應該沒有 不是這樣啊 那他肯定準備好了 應該是突擊檢查 不是啊 反正他就說 一個時段之內 我說的時段 可能是一個禮拜 或者幾個禮拜 我沒有注意看 就說你在這段時間之內 由你來提供一個小時的時間 這個slot給我 如果未聯射寫 肯定不會流 ABC News 或者Telegraph 就不可以相信 未聯射寫的肯定可以相信 所以一開始 其實孫陽是被他抽到血 都被他現場了 但是他就發現了 除了 因為他說是三個官員 帶頭的那個人 是符合標準的 就是符合程序標準的 剩下的那兩個人 他執行操作的人 其實是不符合 這個中文媒體社 這個不是英文媒體社 就是不符合要求的 然後呢 先講一段 然後孫陽就打電話給領導請示 就說 三隻牟利 兩隻牟利 都不知道什麼 然後他就說 還不突破它 接著他就說 四個小時之後 他就說 四個小時之後 才突破它 我就想 你燃料到一個小時 三個小時 難道困住人家 不讓人走 還是人家在路上的時候 你抓住人家 接著又突破它 因為他說是四個小時後 才發生的 突破它 不是即時發生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突破這行為 確定是真的發生了 是嗎 是啊 如果這樣的話 就肯定有問題 怎麼說 身有事 是嗎 是呀 你自己幻想你當作是他 其實 我覺得 他的意思是說 喂 你不合法拿到的東西 我不應該給你 但是 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他只是尿泥而已 那些尿泥 你給人家怎麼說 不是 我是這樣想的 首先就是 現在你不知道他的說詞 是不是真實的 但是我相信 他的說詞 應該是有問題的 如果他沒有問題的話 CSA的聽證會 其實是全球直播的 全世界都看到你了 你可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也不奇怪 可能 CSA最後是支持了 反興奮 使用的那個機構 對你這樣說 如果孫陽說的是真的 你媽媽的狗過來 你要抽我的血 拔我的尿 我就給你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一就是他有沒有這個權 如果他是這個 什麼游泳協會 我不知道什麼 他有這個權 不只是對你一個 就是對所有游泳選手 都是這樣 不是他就是泳聯 他是反輕反禁藥組 他叫做 反禁藥組 但是現在你就沒有 沒有給他 現在就有權 禁你幾年 8年 禁你8年 他今年28歲 就是 他做游泳教練 他現在已經可以 教來游泳了 可以去那些 但是他拿金牌 就不用去 他拿金牌 就不用去 可以做政協 不用去做體育老師 不行 做不到政協 是 他這樣 搞得阿爺這麼壞 肯定不能給他做政協 應該都是做游泳老師 游泳教練 啊 劉翔是做什麼 我忘了 劉翔是政協 全國政協 即是他的 上海還是全國 好像上海 即是他的貢獻都不夠 劉翔帶 他的貢獻肯定多於劉翔 劉翔哪裏拿了這麼多 奧運金牌 劉翔只有一塊奧運金牌 一塊還是兩塊 世錦賽金牌 不過都沒做幾好 一屆奧運會 都已經掃了你 劉翔所有金牌 他起碼參加過兩屆奧運 劉翔就拿過一次金牌 是 劉翔拿過世錦賽金牌 還有 就是大賽級別很多 細菁賽一塊 奧運一塊 他一次奧運 參加奧運的獎牌 都已經幫過了劉翔 不過他算不錯 他沒有被人還要 因為之前 你知不知 那個踩單車藍士堂 被人驗出 有興奮劑還是雷固唇 我不知道 全部橫發單車賽 都被人黏奪了 這麼多年 即是要追索 他往後追 他好像也沒有被人摸奪這個 他現在說 找不到他吃藥的證據 但是就說 只不過這個八年的懲罰 是 他用腿打勾 血的那個懲罰 其實 都沒有證據說 他吃了藥 但其實 如果他被人染血 證明大家 是對他有信心的 對自己的科技 是有信心的 是啊 我跟你說 運動員 沒有人不拍攝 不拍攝 出到成績 那些不拍攝 可能被人檢查 那天 可行仔拍攝了 那天 不是 你之前說哪天 沒有 是沒有的 沒有的 那有什麼意思 美聯社新聞 都是這樣說 我跟你說 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你選一個小時給我 我指證給你 這天我一個小時 給你有客 你說的那種是什麼 你說的那種是 我比賽完之後 我立即比賽完之後 我立即現了 你說的是那種 但是他這種 不是 他這個是突擊檢查 我怎麼看都是 是不是你的資料有點錯 我 如果那些資料也有問題的話 這個世界上就 沒有什麼新聞上得過了 那個壞是權壞的 如果我突然可以發給你 美聯社 我昨天一看的新聞 我就想美聯社看 所以其實他肯定是有備而來的 所以為什麼他說 一開始他會給你抽 他一開始是給你抽的 他如果真的覺得 我有心要對抗你的話 我直接不批就給你抽吧 我一開始直接不屌你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個人來說 其實他是服從的 但是因為他是有義務越向 組織交代的 來了三條什麼貿易 對不對 可以發現我說 不是的 第一隻在這裡有工作證 另外兩隻在這裡沒有工作證 你來的人 你證明不了你身份 這樣不行的 但是我的血就給你了 對不對 我的血和尿都給你了 這個時候我跟領導說 有這樣的人我怎麼處理 領導說 你什麼這樣的合家產 就打夠他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國際泳聯的那次裁決當中 國際泳聯是支持宣揚的 是的 所以一開始國際泳聯是支持宣揚的 所以我自己這樣看 我覺得其實他沒有動機玩東西 如果我有動機玩東西 我為什麼要給你抽我的血跡 而且時間也是我定的 血又被你抽了 尿都被你拿走了 如果我要玩東西我一開始就不給你了 可能他當著自己的臉 所以我覺得他反禁業協會 他的操作應該是有問題的 但是他就說 我有問題 你也要服從我 那你最多就是說 你時候可以告成我 你時候可以追我集 就是他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那篇文章沒有發作給你 現在是支付上面另外一篇文章 他就說 我承認我有問題 但是你也一樣要尊崇我 你也要跟我規矩走 我覺得anyway 他就肯定是沒有分東京五運 現在就一定不可能 因為現在已經月底了 東京五運從7月份開始了 調禁鏈都不知道 舉不舉辦成 你舉不舉辦成都好 如果他去瑞士最高法院 去告CSA 就是要裁決到CSA是無效的 但是他也不能參加 今年五運的 而且好像說 其實他是大機佬會敗數 就是他基本上是不可能 現在中文也不用這麼說 他其實是沒有機會勝數的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 這隻黑人他是黑人爭 他也是老黑的 但是問題是 我打他打爛那些血和尿 人家打爛他的 他老母叫的 等一下 你說打那個行為不是他打 是誰打 是他老母打 他保錶 工人 他的安全 他的安全 他的安保 他的安保 他家裏有安全 這麼厲害 你怎麼確保你 今年奧運 有沒有人有機會 就看他 我以為最多只有幾個工人 才撐了 石橋 集中應該也差不多 怕被人搶 是啊 然後下命令也不是他 就算是下命令 因為領導下命令 你要告領導 你不應該告他 我已經給了你了 所以他唯一一個問題 其實很多地方新聞都沒有說 就是說 你整個檢驗過十個小時 但是他四個小時後才會打 過三個小時才會打 那為什麼要三個小時才會打破他呢 為什麼不一開始即時就打破他呢 那些食招都是聽命令 喂 你那些人先不要走 等上面指示 你為什麼要按孫陽賽呢 那為什麼要按領導賽呢 是啊 你不是按領導賽呢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就告起中國永劫 我都說 其實我看了 無論是英文也好 看中文也好 沒見過 有哪篇文章說 是由孫陽下命令 突破他 或者由孫陽突破他 為什麼要罰狗孫陽呢 你覺得告起蒙古而已 不是 反革命令 協會 你覺得我們是問題 那明天再來 你就是再來 找三個合資格 合乎資格的人過來 對不對 你剛才講的有道理 就是我派來的人 那你要配合 我派過來合不合法 你不合法的話 你可以事後告起我 我講一個我見過的事情 因為兩三年前 我去東風本田 有一個法院來的人 我不知道是真行力還是什麼人 反正他就拿著公文 但是他不是武漢 就是不知道哪個小地方 一個人來到之後 他就說我要求你們配合我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公文 然後那個人就說 工作證 然後他說我沒有帶 沒有帶回家 直接跟法院講 沒有帶回家 然後他說 我是代表人民法院 什麼 然後他說你都沒有工作證 我怎麼證明你 他說你有工作證都沒有用 你有工作證之後 我們還要檢查你工作證號碼 是真的你們這個機構的人 我們才可以跟你繼續聊下去 都沒有工作證就跟你聊 你說這個合理 但是問題是 你剛才把你這個套入孫陽的個案 因為孫陽一定要在門口之前 工作證 你一直在門口對著 那就沒有後面發生的事情 沒有理由檢查了一半 好像忘記了你工作證 我就拿回那個號碼 差一下彭斯 有點口供的 有點不對 但是Anyway都好 其實我的觀念在這裡認為 就是說 其實孫陽 他好像看起來 他是沒有去對抗這件事的 他都沒有採用暴力的行為 去對待這件事 他最主要就說 你要練武給練 你要突破他 你讀突破他 或者我媽媽叫人突破他 我都沒有授權 我孫陽我28歲 是小朋友來的 不是小朋友 怎麼會 你那些無牌駕駛 沒有車牌 都開著保鑫駛四周圍撞 那我鬥死人 我忘記了 這是小朋友的行為 我還是小朋友 我只是游泳勁 而且游泳勁 可能因為我拍了很厲害的樣子 才撞到我這麼厲害 那你為什麼要這麼沒理由 我其實理解不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對他 因為我其實看中文 中文其實看了兩篇就夠了 不用太多了 因為中國的文章 肯定就藉著這件事 就是有炒民族主義的了 你看西方國家的人 就是看不過我們中國人 你媽媽的游泳厲害 游泳厲害一點 就說你媽媽肯定會打針 以後我想不想跟他游泳 他說那個叫 柯頓 和頓 普通話叫霍頓 普通話叫霍頓 他說你媽媽我不想他游泳 你媽媽他游泳那些磁水是綠色還是黃色的 不是他另外一個人說他 他的尿是紫色的 這個是一直以前有這個說法 就是說不只是宣揚 整個中國都是拍得很嚴重 整個時髓都 你說 其實分兩個時代 應該早期的時候 我今天看這個時間段 我第二篇文章那裡 第一篇文章好像說2002年之後 中國開始大力整治用興奮劑 所以應該是這個時間節典 是分水靈來的 這個時間節典 以前是用那些土製的興奮劑 所以就很用來查出來的 或者有些失傷力很嚴重 馬瓜軍那些 馬瓜軍那些 就用那些很粗劣的興奮劑 很容易被查出來的 但是可能2002年之後就開始知道了 是科技競賽來的 我們科技勒角 這個時候就開始用高科技產品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查出來的 但是難不難都可能 因為反禁藥業會 那些科技又進步了 又可以抓到你 查到你 我覺得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直都沒有用呢 我就不信的 除非你真的很優勢的項目 沒有打給網球 打給網吃 有很多種的 有些吃了都沒有用 那些足球那些 都是抽不贏的 那就算了 省了一點 都不便宜的 一般應該是吃了之後 會比較厲害的 起碼可以拿到牌的 應該是個人這種 不是對抗競技那些 就是飽步 一般就是 游泳 全徑游泳 還有對抗性那些 對抗性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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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什麼厲害的 那不用吃的 最多就是排球吃 旅排 旅排可能會吃 藍牌當然不會吃 旅排吃到哪個藍牌 旅排有機會拿牌 旅排就不會吃興奮劑 是吃激素 反正就是 要不讓你外力更加強 要不讓你爆發力更加強 要不讓你力量更加強 要不讓你力量更加強 在說這些是 30年前的那些 共產主義國家 那些東德那些 你說 你吃到變牛人那些 單純的醬還沒出來 現在 現在沒有這樣下去了 現在很在市場 是啊 你看看這個沙拉波 吃完都是一個女人 做得很棒 吃完都還叫了 這麼有女性的味道 很好聽 最喜歡看她打球 不是看她打球 是喜歡聽她打球 挺好聽 總而言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詭異 可能應該是想撿她很厲害 就好像她說 有什麼自識的 但是一直都撿不到她 這次老是不去放過她 但是其實我不是發第二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就是 國內的反動派 美婚黨 大陸黨 大陸黨 大陸黨寫的 上一篇應該是《愛國小粉紅》寫的 第二篇應該是《大陸黨》寫的 大陸黨寫的 大陸黨就說 其實你宣言被人撿就被人撿 你不要每次都 你不要上升到你代表中國 其實我一開始覺得 是否真的 人們不喜歡我們中國人 在想 不是 大家都很喜歡姚明 適合她的文章 她就拿姚明做對比 全世界有些 我沒有聽過那個人不喜歡的 最多就是 你也知道 有時候有很多小報記者 會問一些很挑釁性的問題 那些挑釁性的問題 就不是聽到你了解 挑釁性的問題 其實是針對任何被訪者 上市總理總統 是吧 一般平衛 他都很挑釁你 就這些 就是這樣 但你沒有聽過 好像大家真的很不喜歡孫陽 不會有好像對待孫陽的一個態度 大家都很喜歡姚明 姚明最後還入了名人堂 那姚明有點不同 你說姚明在NBA的成就 都是靠自己的 那孫陽是 爺爺真的給了很多水 去幫他訓練的 就是他一直都是屬於國家隊 而不是姚明的 這個 打NBA的那些 這個不關事 你為什麼沒有看那篇文章 就是你會看完之後 你會問姚明的人 就是打球勁是有道理的 就是其實他的情傷是很高的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他就說 你中國十九幾億人 都找不到五個 抽得的出來打球 如果你被說 你盧寶那個抽 你侮辱我們中國 對不對 但是姚明其實很有技巧 你們美國 都找不到一個 乒乓球抽得的 很正常 就另外一個人 我現在想不起了 反正兩三個舉例 你會發現 其實他不會去攻擊你 他就是很正常的 每個國家都是自己的強項 我們是籃球士 但是我們幫波勁 他就不會去攻擊你 但是宣揚 反正我見到宣揚那些新聞截圖 全部都是 你看不起我們中國 你對抗我們中國 你歧視我們中國 變成好像大家都不喜歡他 就好像剛才說 他應該是小朋友來的 好可憐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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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